歡迎來到新台灣星光大道 宋楚瑜副手今天終於公佈了 林瑞勇先生72歲 很多人認得他是什麼 是楊智良的老師 說是沈富雄的同學 聽說在醫界裡面 像是相當重量級的 那對宋楚瑜到底有沒有加分 記者最有興趣是什麼 你有沒有連署到100萬才會再參選嗎 結果他今天講的意思好像是說 他是會參選到底的 我們今天好好來追蹤討論一下 另外民進黨這邊出了一個新的狀況 蘇嘉全收到阻焚 警察竟然在那邊設巡邏箱 從以前蔡英文18% 到這次這個蘇嘉全阻焚這個事情 會不會對他們有扣分 宋局這邊有沒有加分還是輸分 民進黨這邊有沒有碰到新的衝擊 我們共同來討論 我們現在介紹今天的貴賓 David是資深媒體人輝文 大家好 還有國民黨的前立法委 羅士雄 師兄 大家好 還有前民進黨的理法委員運鵬 午安 資深媒體人東豪 大家好 還有李老大 李老大今天是陪著宋先生 開的這個記者會 來 我們先來看今天統心的狀況 因為宋楚瑜公佈副首了 也去登記了 好像看起來是要參選 我們看今天早上的狀況 我前幾天好緊張啊 您不出來我就好緊張 哈哈哈哈 現在沒問題啦 我們一起面對台灣人的驕傲 讓我們找回真正台灣的大局 趕在最後一刻公佈副首人選 連名牌都是臨時首寫 作主於牽著台大公共衛生學院創辦人 林瑞熊教授的首正式宣告 2012宋林沛 我比較喜歡熊 張昭熊之外 現在怎麼樣是林瑞熊 為什麼我會找到我新的一個夥伴 那就是好多人都不願意躺政治的渾水 白紙一張 為盡力而為 我有一些諸葛岸的個性 急功近足 領帶沒打 襯衫沒渣 頂著前衛生署長楊志良和葉金川老師的名號 又是台灣第一位劉德醫學博士 今年72歲的林瑞熊 令人驚豔和驚訝的 不只是專業領域 還有老頑童個性 我一直懷疑 是鬼神幫我推下去 一層名一分檔 我答應是只要一百萬 我才回答是這樣 因為那是給我的信心 讓我們賽德克巴萊的子孫們 感受出來 We are going to stay here Not only long We are stay here really We are make here a real place 從宣布到登記 宋楚瑜和林瑞熊一路實質緊扣 副手出爐 大動作開記者會 林瑞熊跳動的形象 媒體宣傳 效果滿分 但能為宋楚瑜帶來多少加分 有待觀察 中新聞 黃明鏡王正 SN小組 台北報導 來來來 輝文 看起來是大佬級的 泰斗級的 對不對 楊志良 葉金川的老師 跟沈富雄 沈大佬是同級的 他今天出來 有幫宋楚瑜交分嗎 對 這個林瑞熊醫師他出來 當然是對一個非常資深的教授 當然是對醫界有一個一定的號召力 不過齊改大哥 我早上看了一下宋楚瑜的記者會 我沒有全部看完 那剛剛你播了這個精華的片段 我覺得比較讓我有feu的是宋楚瑜本人 你扣掉宋楚瑜在友台接受專訪的那些過程之外 今天算是說宋楚瑜他公開針對他參選總統的部分 公開講的 講得最久 講得最好的一次 你看看宋楚瑜剛剛的那些自聽語言跟他的這些動作 遠遠贏過馬英九跟蔡英文 就單純就一個 你說今天的表現 不是只有副手就針對他不要參選這一塊 對 就他演說的部分而演 宋楚瑜是一定是贏過那雙英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副手就位 這林瑞熊先生當然待會各位前輩可以去分析 我覺得我個人不是很在乎宋楚瑜先生他的副手是誰 而是今天宋楚瑜展現出來的決心說 我要選 我要選到底 我要一百萬的連署 我陣仗擺開了 不是只有十個區域立委的候選人 而是宋楚瑜說 我不會跟你選 我去電機了 我去領票 我的副手也出來了 我覺得那個感覺是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的觀察是這樣子 最近部分的民調 宋楚瑜先生的民調稍微下降一兩%兩三%這樣子 我認為在他副手出爐之後 那個狀況不一樣了 尤其後天開始正式連署的時候 北中南全國各縣市開始連署的時候 那個氣勢又不一樣了 我的研判 希望我的研判是正確的 他的民調會往上 冬豪 你也是這樣看嗎 是前幾天開始掉 所以今天講話很硬對不對 他整個政治的表現 感覺上就說我是要參選到底 所以民調有可能再往上跑 這一次宋先生他找到這個林瑞瓊教授 其實對我來講我是比較意外 因為我原來一直認為 找來找去最後找到那個張教雄先生 好 但是他們都有同樣一屆的背景 那當然我相信在一屆上面來講 對於那個林教授來講他有一定的評價 因為他在台灣的公衛領域裡面算是一個先驅者 但是整個事情來講是不是對宋楚瑜先生的選情能有多少改變 必須要再往後看 因為不管這個宋楚瑜先生的搭檔是誰 有一個很政治上很現實的一個是說 2000年的時候宋楚瑜先生是在領先群 當時所有的民調是做他是第一名的 第一名 對 那我印象很清楚當時他找張教雄先生的時候 國民黨這方面非常緊張 然後那個時候在公布了一天 那時候我在自由時報 我們那時候聽到的消息是說 我知道是一屆的當過校長的南部人 有這些條件 那當時的自由時報裡面 連夜翻了所有一屆的名單 以為是高一的 沒想到後來是張教雄先生 那當年以宋楚瑜先生的氣勢來講 他絕對有一個第三勢力 一個就是在藍綠之外第三勢力的一個號召力 然後也跟他省長的時候的作為 投入的資源有關 可是在今天這個狀況之下 這個林教授出來 當然讓這個宋楚瑜先生有一個加分 這個加分是說 好 他不是張教雄先生 讓外面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不是說老狗玩不出新把戲 而是說他找到不同的人 雖然一樣是一屆的背景 可是相對的也會產生一個問題 我們有對這宋先生跟林教授 有不敬的意識 不過很顯然的 這是一個超過七十歲的組合 在對一般人的訴求裡面 對於社會的士生階級來講 或者跟醫界比較熟悉的人講 或知識階層來講 他可能會有一些影響力 可是對一般普羅大眾來講 他去認識這個林教授 還要花一段時間 所以這要看後續 親民黨怎麼在這一塊讓外界了解 第二個就是說 宋先生也好 林教授也好 這樣子的一個組合 你要改變 你說要改革 你說要跳脫藍綠的一些事情 有一部分因為林教授的加入 有那種感覺 可是對於要翻轉 未來從九月底十月開始 藍綠甲籍的生態 這個能改變多少 平行的論 我一定要看到後面的關係 今天李老道在現場 等於是第一手的這個觀察 現在有那種感覺嗎 感覺就好像是要參選大敵 然後現場那種動算的聲量 有開始大起來了嗎 其實上個禮拜 我就已經感覺到 我們是一定回選的 上個禮拜就感覺 對 而且就是說 有很多事情都有在動 都有在準備 包括連署 包括什麼 那我想今天要看這個一屆 大家 我也一直講過 我們有幾個問題 台灣的問題 台灣就是日本 日本的老人開始多 是民國35年就開始生得多 他戰後就開始生了 台灣因為228 因為這個國共戰爭 所以台灣的老人 台灣的生產率開始出生率高 是民國42年開始 那也就是說 那麼連續30年 日本連續30年 每年生170萬 去年是一百零幾萬 它是六成 是以前的六成 那麼台灣呢 在過去生的時候 是42萬以上 但是去年不到17萬 只有不到四成 這就代表後面 很大的一個危機 所以日本有提出個 可以老人化不能人老化 可以少子化不能少教化 所以對這個 所以今天就不要看 他是一個老醫界的 他是遺傳學的博士 他也是一個 他整個就是說 在整個免疫系統 在什麼公共衛生方面 大家想想看 他那個年紀 那個時候讀了醫科 那整個很多富家人 在等著你的時候 他不去做醫療 他去學公共衛生 所以他是一個先天 就關心弱勢的人 所以他從小就講 就是天地利利興 生民利命 這他以前就這樣 所以他為什麼搞公共衛生 所以將來台灣不要說老人多要花錢 你老人的這個公共衛生照顧得好 政府是減少成本的 而且可以讓這些老人 他整個精力貢獻給這個社會 來彌補這個少子化 這個後繼無力這個不足 所以這兩個是這個理念的結合 整個在理念上面是這樣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這場戰 那今天宋先生有提到這個 這個塞爾克巴萊 那我也很奇怪 我昨天也是碰 我昨天特地到西門地區看了一場 這個電影 我一直沒時間看 我昨天跑到西門店去看這場電影 因為有很多人去虛我這一句話 就說塞爾克巴萊有講一句話 就說人家告訴他說 你現在去打你是必敗的仗 你為什麼要打 那他講就說 那塞爾克他在 這個原住民的意思就是人 巴萊就真的 我是真的人 真的祖靈傳下來的人 他真的人 他就講什麼 要為一個塞爾克的一個尊嚴 塞爾克一個驕傲 以及塞爾克的一個精神 那今天我們也就是為台灣民主 有一個精神 所以我們當時已經慢慢有這個感受 就這場戰我們會打 何況 這個塞爾克巴萊他們那個時候 那個莫拉克魯道的一些 他們那個時候 還不一定是必死的戰 而我們這個戰未必 因為我們現在發現 跟我們呼應的人越來越多 跟我們呼應的越來越多 所以這場戰我們積極 那你想看 他一個這麼有名的醫生 他整個醫學 這個人他是 不要忘了在SARS的時候 他是被所有的醫界的 吃之以鼻 SARS的時候 大家每個都戴口罩的 他公然宣布不必戴口罩 他說為什麼 他你不要看 那些人怎麼傳染 你要去想 為什麼那麼多人沒有傳染 最後人家笑 他太太也是醫生 他太太覺得好丟臉 都不敢理他 一個月不理他 可是現在證明他是對的 SARS最後沒有 所以這個人 他不是一個年紀大問題 他整個的醫學 他在同學中是被醫學院 是被認為天才的 那你就知道他有多聰明 醫學院被認為天才 他大一普考過 大二高考過 然後整個他不去做醫生 他就學公共醫生 所以這個人 他不是外表看起來 那麼一個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很有熱心 很有這個人 那這樣的人 願意跟宋先生合作 但是對於我們這些人 要支持宋先生 有很大的鼓舞 所以在兩三年前 我們知道這個事情的時候 當然那個時候 我們已經知道 會有這樣的人 所以那個時候 信心是很真正的 來 硬鵬 如果照理想大這樣講 看來這個人是有加分的 我們看一下 這人給我淹水用 現在七十二歲 台南人 這個是台灣人 台南人 他剛剛退下來 台大公共衛生學院的教授 這個台大的公衛系 公衛學院 是他創辦的 所以包括 他不是只有跟沈富雄 是同學而已 太多人 什麼楊志良 伊丁川都是他的學生 最高學生是什麼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 公衛博士 德國海德堡大學 醫協博士 他專長是什麼 癌症的流行病學 跟人類遺傳學 還有國際衛生 現在一方面說 這個人出來了 好像有跟張張熊 當初那個醫界背景一樣 有一點點加分 可是剛剛 輝文講得更重要了 現在整個更重要的是 宋楚瑜那個參選的氣質看起來 就是參選到底 對於參選趨勢 甚至是民調的 我今天完全贊同輝文的講法 我現在看起來 如果說他推出林瑞雄教授 然後你反而要退選 不參選總統的機會是不大囉 只能往前衝了 對 因為你畢竟找到 就像宋主席講的 這個時代 你要從外面找人來從政 的確是困難 所以他到最後還很緊張 說不知道我答應嗎 然後他還找到一個 你看比起吳敦義 比起蘇嘉全 他真的是外來人口 這是在目前主流的政黨裡面 竟然沒有發生而發生在第三組的 這的確是一個不容易 可以算是成就的 OK 我看了今天的記者會 跟上一次他們立委提名的推薦大會 這個對你導致比較不好意思 我認為這一場記者會 對於宋主席的表現來說 更瘋狂 而且那種台語更像 眼頭有開啦 就是說他這個眉頭本來有點 我一直覺得 到目前我一直都逼逼你知道嗎 就是感覺宋先的講話 跟整個親民黨好像 偏向於負面居多 偏向於對國民黨的一些 大家說新仇救婚 或者說一些新姐姐不開居多 我認為從林瑞雄先加入之後 應該是另外一個 比較正面選舉的局面 因為他的副手跟國民黨 應該沒有恩怨 而且他的副手 應該是要以政策為主的 政策為主 接下來就有很多發揮的空間 我認為可能滿長一段時間 要捧林瑞雄這個人 大家可以忘記吳伯雄 可以忘記張昭雄 現在要開始認識林瑞雄了 他發揮他的專長 但是今天我覺得宋主席 除了是各種語言交雜的以外 他介紹林瑞雄的部分 我反而覺得是一個小小的失敗 就是他去講的是 有點牽強的是說 台灣有沒有人才不願意從政 是一個流行病 然後他畏懼藍綠 也是另外一個病態 這種講法我覺得反而 把林瑞雄的專長偏掉了 然後如果像是剛才李老大的介紹 說他可以對於少子化 可以對於其他公共政策的領域 甚至對於楊志良一直在放炮的健保 可以有改革的話 我認為對林瑞雄的後面的爆發力跟鋪陳 我認為是比較好的說法 來 問一下四雄 四雄有沒有很擔心 現在人家怎麼 宋世今天 他跟眼鏡頭 就是感覺上就是很往前衝 對 馬英九會不會很大的衝擊 其實不至於 不過因為林瑞雄老師 林瑞雄教授確實是在一屆 大部分一屆的老師 包括我們的楊書長 甚至於是葉書長 都是他的學生 所以這裡面他在一屆的地位 確實是很崇高的 尤其他過去所投入的 不管在SARS期間的作為 或者在過去在公共衛生政策 還有流行病學上的努力 這些作為都很值得讓我們尊敬 尤其他跟我一樣又有個熊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要表示 對林教授的尊敬 但是這裡面其實看得出來 宋主席他在選擇副手的時候 是一貫的模式 其實把戲還是舊的 像過去選擇張昭雄 這一次選擇林瑞雄 都是從一屆裡面找人 希望藉由一屆 這樣一個比較崇高的一個 備份的大學者 或者是大校長 大教授 來跨越藍綠之間的一個障礙 同時也藉由一屆背後 比較錯綜複雜的人脈裡面 能夠打開整個藍綠的氛圍 這裡面是宋主席的一個 一貫的思考 當然他這一次能夠找到林教授 確實在今天的記者會來看 確實是不能說不是一張好牌 但是這裡面過去 是不是能夠重演四年前 馬英九總統找到詹啟賢院長 詹啟賢前署長出來幫忙 這樣的一個高度的一個影響力 這裡面還有待觀察 因為畢竟今天林教授出來 大家突然間要去找他的資料 剛剛李老大所講的 也都是我們在網路上 可以僅僅可以找到的資料 所以過去林教授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大的一個功力 可以發揮貫穿衣介也好 貫穿藍綠這樣子一個 錯綜複雜的人脈 甚至於可以號召全國的一個民眾 來關注他 甚至關注宋主席 這裡面後續的效應是可以來 繼續來觀察 你剛剛講說除了副首要更重要的是 他今天的整個演說跟演講 你說他表現比雙英還好是怎麼的好 那當然 其實齊凱雄 我們中天新聞可以做一個 非常簡單的分析 把馬英九提吳敦義的記者會 蔡英文提 馬英九他們那時候幹嘛 找了一堆辣妹在那邊跳來跳去 然後就把吳敦義請出來了 蕭恩常坐旁邊 那蔡英文是連續拖了兩個多月 找不到人 找了一大堆碰壁什麼彭懷南 林泉 林契義什麼 蘇貞他們都碰壁之後 才勉強找到一個蘇家權 所以觀眾朋友你要這樣比 因為我們是比較的 沒有絕對好的 我們是相對好的 你說這個宋楚瑜的政治手腕 蔡英文你怎麼學呢 我們最近這幾天都在猜什麼 什麼詹起弦 南部的一個什麼教育界的 今天又說一個什麼 什麼北部一個什麼自然科學的 所有的美光燈焦點在哪裡 在宋楚瑜身上 那最後端出一個林瑞雄 如同剛剛各位前輩講的 你不要牽什麼 你說年紀啦 或是他的學經歷什麼的 你沒什麼好挑剔的 這個所以我給我聽人家說 這就是比較鮮熟的政治運作 結果接點是蔡英文他學不來的 他也沒有辦法惡補的 所以如果你讓蔡英文當總統的話 他光要把這些東西摸手 就差很多 因為不一樣 因為蘇家權是勉強上來帶打的 吳敦義他是有接班的任務 2016很可能是吳敦義要選 所以其實我最後講一下 這個百萬連署 因為這個林瑞雄教授說 一百萬他來選 45天的連署 平定起來一天要兩萬多 那我們是用天數來算是這樣 好 我們用五都跟另外的縣市來算 五都親民黨的預估說 一個都要10萬 我說以台北市這種大本營 10萬都算少 那五都就50萬了 剩下17 18個縣市 弄個50萬弄不起來嗎 我不相信弄不起來 五都就50萬了 另外什麼其他的縣市弄個50萬 加起來就100萬了 在45天之內拼到100萬的連署 不要說宋楚瑜跟林瑞雄 有沒有信心 我認為像我這種 這種第三者這樣旁觀的 我都認為有可能 今天這個記者 我們請製作單位撿一下 就是說看他到底魅力在什麼地方 剛剛會員一直在講 他是不是讓人家顯示就是說 宋楚瑜 請使雖然民調是低的 可是他現在衝上去準備要選 包括另外一個重點 他真的認為100萬是會過的 真的過得了嗎 我們還要討論一下 我們還會